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安街一路向东 二十多公里处就到达这个看似普通的乡村 与中国北方许多正在拆建的农村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这些装束朴素的人却并不一定是农民 他们可能是诗人、导演、行为艺术家 最有可能还是画家 因为这里是远近有名的宋庄画家村 吴振嬛是宋庄颇具知名度的当代艺术画家 还有半个月一场明媒结构水墨的当代艺术邀请展将在上海开幕 作为参展画家和策展人 他要抓紧时间挑选作品 六年之前 吴振嬛还是广东省的一名景校老师 儿女双全生活富足 但在他内心深处始终坚守着一个艺术家的梦想 想法是有一个错位在里面 那没办法 人一旦再有信实刹文解决 熊睡是理想 我向往这种自由自在的艺术家的一个 因为从小读了很多书 《英雄 侠客》什么《浪迹江湖》等等 类似这样的浪漫情节 2006年 这个喜欢写诗作画的景观 放弃了稳定的工作 离开了妻子儿女 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宋庄 灰激 灰激从天上 天空归高 我通过对文化史 意识史的一个了解 归纳是一个规律 就是说如果你想 尤其是艺术类似这样的 你如果想有大的作为 你必须到某一个拓定的地点去 它就像大海融纳 各种岩 各种雾 各种可能 各种状态 然后你在城中有更好的机会 更大的机翼去展现了自己 当吴振嬛莫名来到宋庄的时候 这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 追寻艺术梦想的人 早在1993年的冬天 几个颇有名气的自由艺术家 结伴来到宋庄安家 这个偏安易于的村庄 开始吸引艺术界的眼光 2000年后 宋庄规模迅速扩大 逐渐形成以小铺村为核心 包括喇嘛村 徐新庄 大新庄等共22个自然村 约5000名艺术家和产业人士的聚集地 延然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远创艺术区 其实是在宋庄是选择一种生活态度 这是最主要的 就刚才那个黄湘说的那个我觉得说的很准确 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因为你说这个东西 原来其实更 原来的生活可能更无忧 对吧 就是在经济上 在物质上更无忧 但是你的这个心里边 你是紧张的或者是慌张的 没有安全感 到这边来以后吧 你发现一下子就是生活和时间变慢了 变慢了 你可以更可以更更直接的就是面对你内心里边想 想面对的东西 来兄弟们 来 孩子 干杯 来 谢谢 你现在俩把我都上了 这样 来 其实这一块就是相对比较自由一点 就是说人家谁来了在这都说 你像这些到这社会上可能有名啊 你是你有钱 你有地位 可能我们永远接触不了 他这里一到这 就是说可能就是说 没这种感觉 你可能在北京闻那个水泥的味道 闻太多了 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可以闻一下这个泥土的方向 下完雨之后那个味道 它跟北京市肯定是不一样的 在宋庄 艺术家与农民混居 美术馆画廊就散落在农家小院旁 吴振欢说 他像农民一样生活 像艺术家一样工作 没有太多硬勺 没有太多事情要考虑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听听音乐 练练书法 画点画 然后呢 看看书 然后种菜 种花 浇水 那是非常舒服的意思 没有人来找我 我也没想过找谁 这样非常安静 人们习惯于叫李林老李 他今年72岁 四年前来到了宋庄 我看看家里面 看打湿了没有 哎呀 好像还是有点湿啊 在老李的眼中 没有哪里比宋庄更富有艺术气息 数不清的画廊 看不完的展览 只要是开门的画室 无论认不认识画家 排脚就能进去平头论足 甚至争论一番 这是个艺术至上的地方 吃饭是艺术 喝茶是艺术 连存在都是艺术 有人开玩笑说 走在宋庄的街上 连栽个跟头 都是行为艺术 老李的家不足十平米 原来是房东的杂物间 几夫也就是说 等于是没奶没精差不多 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精神上的收获特别大 房东老太太是村里的农民 她将自己的小院化整为零 分别租给了三家客人 其他租客每月150元房租 而老李只要100元 这是什么就捡了的那个什么菜 昨天是前年 有好多发不出去的 她就扔了那大胖子人 扔了不要 她去留完什么 赶上碰上去捡回来 把那皮削了以后 就可以吃完 都是特货的 反正肉没买 就买那鸡架子 还不是买那个好的那个 就那没有肉最便宜的那个 天气好的时候 老李就会把他的工具 画布都摆到小院里 一边画画一边晒太阳 周围的村民和路过的游客 时常推门而进 看他画画 老李说他会暗地里打量一下 只有懂画的人 自己才会热情接待 我最后我可以这样说 不管别人怎么评价 我自己怎么看 最后我的画 不管我是死了 还是不死 一定是国家的 国家的非常重要的 那个油画宝藏 反正白疯我都不要 我说实话 有的人在说 我们有点我岁数大了 我这思想也老 这手就 这画的 虽然说这画的画家 他不说那是艺术 什么光片 我都知道 老确实觉得瞅着那个 他们说这画的什么东西 都是光屁股 我说这是人类的妈妈 这是咱们的母亲的母亲 他不理解 如今的吴振嬛 在宋庄画家圈子里 算得上是功成名就 他的单付加上作品 已卖到百万元以上 现在很多人叫他老吴 这和年龄无关 而是由于他的声望 只有他自己 还记得在宋庄这六年间 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出来宋庄时 他的全部家当是一个茶杯 一把椅子 说着带有浓重口音的普通话 被画家村里的人称为诗人 你看我当时 总共就拿了几千块钱了 但我现在一年买画布 也需要大量的画布画画 我不说一年 我就说最近这个月 我买画布就花了十几万 买纸买画布 你想想如果 我还按照言的那种 我只能画一些 很小的一些作品 就很能舒展 我现在想要达到的 某种状态 这个不是物质上的要求 而是说一个精神 更丰富 更完美 吴振嬛现在身兼画家 评论家 策展人的角色 同时担任北京当代 艺术馆执行馆长 艺术总监 他对艺术作品的评价 足以影响一个画家的前程 这是野汉菜 我们长期在这里摘菜 有时候还有农民 把那个种的菜给我们 老李说 他一辈子没有打过工 在长江边钓鱼 卖鱼 曾是他最正式的工作 现在 政府每月发放的低薄 是老李的固定收入 尽管不多 但老李觉得够生活了 更重要的是 他觉得自己 是能领工家钱的 有身份的人 这让他感到有些得意 上个月都是拿了五百五百 每个月五百 今天我去拿 拿了一千 可能国家再加了钱 是怎么道理 那可能就是这个样了 真的是感谢政府 这不是空口说博话 你没这个钱 你就没法生活 就没法创作了 几天前 一通电话 打破了老李生活的平静 六年多未见的女儿加纳 要从广东来看她 她不来 我都不准备洗 我想把这个线 扯掉 扯掉了 把整个洗一下 但是一考虑 太麻烦了 我就洗那个两档头 那个嘴巴呼吸 吸气的地方 最脏 把那个被子 两头洗一下 老吴的小吴在湖边 湖畔是宋庄 最显赫的位置 居住的都是当代 中国大名鼎鼎的艺术家 老吴仍然和妻子 两地分居 女儿跟着她 在宋庄上国学班 儿子则有妻子 在广东老家照顾 夏天是老吴最幸福的季节 放暑假的儿子 会来和她团聚 现在假期就要结束 妻子来接儿子回家了 儿子我今天 今年拍你马屁 你干老爸 你好不好 好不好 一年中难得的团圆 让老吴心情非常愉快 但他依然要抽出 大量时间潜心创作 即将到来的 结构水墨展览 对他来说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现在既在计常西方的体系 又在计常中国的体系 现在有一个自我的一个结构 自我的一个自在 自我的一个状态 艺术还是给人一种幸福的感觉 有太过了也不行 太在行李之中 要跟艺术没有关系 要就是现实中的一些 庸熟的生活 所以这个方式怎么拿捏 怎么把握得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把写意的这精神 文言化的精神 传统的精神 维岸的东西张扬出来 就是最当代的 最古老的艺术 下下是最有生命力 最老的 最新的一个艺术 下下是中国最有作为的时候 老李的女儿 今年26岁 在广东一个百货公司打工 两人的上次相见 已是六年之前 六年前的一天 老李兴奋地给女儿打电话 说要在宋庄住下了 要奔她的事业去了 她指的事业就是她的画画 她希望就是我 其实以前一直听的最多的就是 她希望一直去美国办个画展 十几年前 老李曾经在老家办过一次个人展览 她还记得那时的风光 来参观的人们争相围着她 对她的画竖起大拇指 老李偏爱前苏联画作 所以她给女儿取了个俄罗斯风格的名字 加纳 但是加纳并不懂父亲的艺术 甚至有些怀疑父亲画里那些奇怪的 宏大的主题 多年来 老李没有卖出去异常画 这让生活结局的加纳有些无奈 她不卖 她卖可以 你得出一下子出很高的价 她才会卖 她觉得 我一幅画 我这我一生的心血 你拉两个钱想买我的画 就是这样 但是她有她的坚持 女儿的到来 似乎给老李带来了一点好运气 当天下午 她接到消息 宋庄将在一个月以后 举办首届国际艺术品交易博览会 很多国内外的收藏家 画商会到宋庄来寻找有潜力的作品 随着宋庄的名气 一天天增加 一些宋庄艺术家的画作 也远消海外 2006年 宋庄成为北京市首批认定的 文化创意产业具体区 作为北京市首批认定的 文化创意产业具体区 作为北京市首批认定的 文化创意产业具体区 文化创意产业具体区 画家村里的艺术家大都交友广泛 中午老李和老吴经朋友的介绍 做到了一起 老吴提议看看老人家的画 那到时候我请吴老师拍照 没有没有 其实您是怎么想的 何何传书 我在书报上看见 那可能是真的 现在炒到了三千多万 因为上阳老师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就是讲了不起的意思 上阳不能跟我比 我可以这样说 十万不会卖 绝对不会卖 起码都是一百万左右 起码的价 那他拿不出来的上阳 他那种水平我瞧不起 他现在就是画抽象的有名 犯定安催了 这座金字塔形的雕塑 位于小埔村中州县上 被誉为是宋庄画家村的象征 泥沙座的底 以此网上是西铜银金 有人说 他代表的是艺术境界 为艺术而艺术的居顶端 为名利而艺术的 置于底部 但也有人说 这代表了宋庄画家村的生态 成名的艺术家 已至千金 而更多的人 却还在为生存而挣扎 老吴将参展的画作打包邮寄后 晚上也要离开宋庄 飞往上海 准备结构水墨展览的开幕 加纳在宋庄待了三天 今天也要走了 再一别 老李不知道多久 才能再见到女儿 被参加结构水墨 国际当代水墨邀请展览 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结构水墨的理念 获得了同行和评论界的认可 众多旅居海外的成名画家 国内资深的评论家云集 使老吴让西方遇见东方的梦想 从骨感变得丰满 全场斗计时 三 二 一 斗 而在北京宋庄 老李盼望已久的 中国低数品产业博览会开幕了 老李没有开幕式的入场券 无缘见到国际大收藏家 但即使只是众多展览的过客 他仍然相信 自己总有一天 能将画展搬到海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内心自己很严蠻 就不觉得些是什么 至于将来我的理想 就是希望能够为天下做点事情 如果我还积极这么松利 我会希望能够舒散 或者是协助别人 舒散中国最美好的 回房的一个状态 本来圣章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得罗一定会有 这个只要一直画下去 是否给您能赏赏和解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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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